最近的郭老师你好 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的学历是真的很重要吗 因为就是说我的学历也不算是太高 但是说家里人的要求又是说 我学历是必须就是考得很高 考得特别好 然后我在我的认为 我就说学历不是太重要 只要脑子里有知识就行 但是这个是我的一个疑问 我叫问一下你 有学历没实力没有 有实力没学历 有用 有学历又有实力 那当然是最好 学历是外表外壳 对一个真实的生命而言 学历 那只是就像衣服 它是有些需要 但不是挺重要 但是人的实力 这是你的生命存在 所以以我个人而言 世间人因为 重视的是外表 文凭 证书 所以这方面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坚固一些就好 但是 我最重视的是 生命的 开拓 生命的拓展 视野的拓展 生命的成长 能不能来到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安心快乐 幸福 所以 实力最重要 OK 那个郭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 关于金钱 因为我是 现在 还很小 然后 也就是 有的时候会放不下一些金钱 就是觉得 金钱特别特别的重要 没有钱就不行的感觉 我有时候就觉得 然后 还有 现在是 有的人就是说 为了金钱 为了名利 为了利益 打得突破血流 也就是真的不可开交 我原来 就是这个 现在我原来也发生过一次 也就是说 因为一些金钱 然后 把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友谊 就是给他 弄没了 你后边这句话 你说什么 后边 不是的 你讲话最后边 你讲后边 那个是什么 没了 就是说 友谊 就是因为金钱 本来 友谊 就是给他 友谊 朋友的友谊 对的 各种动物 除了人类之外 各种动物 哪种动物需要金钱 才能存活 除了人类之外 哪一种动物 地球上哪一种动物 需要金钱 才能存活 有没有 没有 那各种动物 人类不去破坏 他们的生态环境的话 他们可以活得很好 他们的种族灭绝是因为被人类破坏他们的家庭 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 那人类 那人类一直拼命地在积赚各种金钱 金银财宝 我们拿这些来做什么 来挥霍 来过奢侈浪费的生活 来继续压榨地球 所以我知道 金钱它不是生命的必须 一样它又是身外之物 它只是 大人 地球上的大人 人类在玩的一个工具 一个玩游戏的一个玩具 那只是一些 经济学家 一些人他们 设计出来的一种玩游戏的工具 所以 如果你透视不了金钱 它只是一个玩游戏的工具 你认为它很真实 你就会被金钱把你的生命逐渐占领 你成为金钱的奴隶 更严重的 你会被金钱把你的生命腐蚀掉 那生命就是变成本末颠倒 你本来是可以做生命主人 做金钱的主人 但是 大多数人 你透视不了金钱的定位 你就成为金钱的奴隶 你以为你赚到很多钱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生命被金钱赚走 你以为你积累了很多金银财宝 但是那些金银财宝 都是身外之物 它是一种玩具 就像小孩子积累了很多玩具 然后他说他是一个大富翁 人类大人现在这个地球 设计出来的这一套经济体系 它就是这样的 一种游戏 所以 如果你没有 开启智慧 你没有好好透视它的话 你会被那些把你的生命迷惑住 那你的生命就更能舍本足没 去追求那些身外之物 所以 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走 那个不是代表 说 哦 这怎么叫先进 进步 进化 不是的 真正的 进化 是心灵的成长 智慧的开启 真正一个社会 越进化 那是 人心越善良 社会 充满了和平和谐 一个真正心灵 比较高等的社会 它是 可以来到 完全不需要金钱 真正心灵 真正心灵进化到 比较高 高等的 这种社会 这个社会 它是 完全不需要金钱 我看过一本 一本书 它 也是个 有中文的翻译 它是 澳大利亚那边 某个人 它在某种特殊因缘下的著作 它认为 那些 里面的 比较高深的言论 不是它个人所讲 而是它跟外星人的一个对答 它做了一些记录 这个也有中文翻译的 然后里面 它就有一段 外星人就告诉地球人类 地球人类 有几大严重的祸害 而这个祸害 比核子弹 更严重 核子弹还不是排在第一 他说 对人类 祸害最大的 当然那是外星人 他们的看法 然后他们讲出来的 对地球人类祸害最大的 是金钱 这里面的含义也很深 金钱会把人心人性 逐渐地腐蚀 让人类的心灵品质 是逐渐堕落的 是逐渐堕落的 如果人类能够学到智慧 学到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心灵 这个社会是可以需要有一些玩具 游戏玩具工具 但人类知道怎么样去 你会有智慧 知道怎么样去用 应用这些玩具工具 如果人类的整个文化心灵 都不断地进化提升 人类就可以提升到 不需要金钱的世界 你们可以去设想 你们可以去设想 比如说两个社区 大的社区 比较大的社区 你要说两个国度 假设两个国度 两个国家 然后一个国家实施 不断地实施各种金钱游戏 然后一个国家 它实施的就是不需要金钱 好 那你们去看 这样他们的生活品质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我只能够跟大家提到 心灵品质越高的 它越不需要金钱 或是它了解 金钱它只是一个玩具 可有可无 有就善加应用它 利益 天下长生 它不会把那个金钱文凭 摆在生命的 很重要的核心 那些都只是身外之物 那些是一个工具 但你不要以为说 那这种想法 那这样会消极 绝对不是消极 而是它更懂得珍惜生命 生命要把它用在有意义的方面 用在真正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快乐 带给他人幸福快乐 带给社会和平 而不是把生命一直用在浪费 追逐个人的灵力全情 追逐个人的欲望 欲贪的满足 像这种情况 如果一直 你透视不了金钱的定位 你一直追逐它 你的生命就逐渐的越来越现实 越来越浓酷 然后生命逐渐的被金钱腐蚀 夫妻两个人钱不多的时候 还可以很好的相处 当有一天 有一方赚到了很多钱 本来好像有很多钱就可以 以为好像可以很幸福 但往往家庭的幸福 也逐渐失去了 家庭的幸福也逐渐失去 父母亲本来想说 我赚很多钱 那我可以让子女过更好的生活 但是当你赚到很多钱 子女成长的过程 你忽略了陪伴他们 忽略了他们真正心灵的需要 好 你赚到很多钱 结果呢 亲子之间的关系 也逐渐疏远了 那你这么 我有钱 他要什么 我可以给什么 那你会变成小孩子心目中 在心目中 在小孩子心目中 你只是个提款机 只是个提款机 那个亲情 夫妻之间的爱情 亲子之间的亲情 那个不是用金钱 所能够买得到 所以希望大家要静下来 然后去看 我们生命中 生活中 真正最需要的是什么 什么是次要的 什么是真正最需要 什么是真正最重要的 你要静下来 有智慧去厘情 你才不会迷茫地 跟着一般世间人的价值观 跟着世界的潮流 一直往前冲冲冲 结果整个世界冲向 冲突 对立 把整个生态环境 都破坏得很严重 人类在欲望欲贪 追逐名利的情况之下 全世界这一股潮流 如果人类没有赶快觉醒的话 人类这种经济体系 这种价值观的观念 会让人类的欲望 欲贪 无限地扩大 到后边 人类 那些财团 他们就是 形成大恐龙 然后不断地啃食 啃食 啃食 把整个地球 破坏得很凄惨 如果人类没有觉醒的话 人类就会造成 后边 无穷的灾祸 灾难 也很有可能 人类会智慧前程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 要成长上来 要有智慧 要有世界观 我们要清楚了解 什么是生命的核心 根本 什么是次要的 文凭在这个世间 因为一般人 是认这个文凭 好 那我们也坚固 坚固 也不要说 那我这样 我就不读书 我很讨厌读书 我不想 问题是 除非你有某方面 非常杰出的才华 不然的话 一般人 他认定了 他看 你只是小学中学毕业 他很难让你当主管 同样的实力 或是你的实力 比别人高一些 但是 如果说你只是个中学 这样的一个文凭 那对方 是大学 硕士 博士 通常 政府或是社会用人 往往都是 学历 所以是个重要的考量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是世间 现在在运作的一种模式 但是 前面有机会给你 你有了好的学历 有机会给你 但是你没有实力 没多久 你一样 会被淘汰掉 如果你有实力 但是你的学历 比别人 差一点 所以你的起步 会比别人吃亏 但是只要 你有真正的 你的才华 你有真正 你的特点特色 你有真正的实力 好 有一天 你的生命 就自然会发光 文凭不会让你的生命发光 它只是一个贴 可以贴在墙壁上 炫耀的一张 一张纸 但它不会让你的生命 真正发光 因为文凭并不代表 你真正的实力 所以我强调就是 你本身真正 有没有实力 这才是最重要 文凭它只是一个辅助 这样了解吗 什么是主角 什么是主走 什么是赤药 什么是配角 文凭只是个配角 你的生命是主角 如果这个主角 你本身没有内涵 没有实力 好 配角 文凭是被配角 配角 好 但是你这个主角 不行的话 一样 没多久 你就被换掉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来到 我们要有真才实学 然后你要有智慧 能够透视 我们生命要过 真正幸福快乐 最需要是什么 也许有很多人 就是什么 是金钱啊 那是你现在的阶段 你还没有真正探讨 真实的生命 它真正需要是什么 那些鸟 它并不是需要 因为它赚了很多钱 所以它才在树上唱歌 难道那些树上的鸟 是因为它们赚到很多钱 才在树上唱歌吗 不是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 生命能够真正幸福快乐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的人认为 那我学一些技巧技术 我学一些课程 然后让我自我强化 让我变成很厉害 我可以得到更多 我可以更凶更狠 更快 抢赢到更多资源 那我就是大哥 我就是有成就 好 你要去看到 前面的人 他们在这样做 争抢之后 他们的后半段 后果是如何 不要只看 前前短暂 那些越展现强势 在家中 越展现强势 主宰的 好 请你客观的去了解 那 他的家庭情况是怎么样 一样可以对比自己 如果你自己都是要展现强势 不服别人 然后处处要展现 我比别人行 我比别人强 比别人厉害 好 那你一样要静下去 去问自己 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人缘 好吗 人际关系好吗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做了多少真正利益他人的事情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的生命 我们所作所为 对整个地球 整个地球生态环境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贡献 我们生命在这个地球存在 我们对这个地球 我们做了什么贡献 我们真的快乐吗 真的幸福吗 所以很多人都被那个 被人家引导到 不断地在那里强化自我 强化名利 权势的重要 那我们要真的要 你要静下去评估 那些这样在做的人 他们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而在历史上 那些能够真正 名流千古 流芳千古的 他们是什么原因 才能够在人类的历史上 名流千古 为什么大多数的人 几十年过之后 就是荒种一堆草木了 别人都认不得你 为什么有些人 他能够在这个地球上 能够几百年 几千年 他们的生命都还活着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赢得 都还继续在利益 后代的子子孙孙 利益人类 所以希望大家要往心灵品质 文化层次高的 这方面来看起来学习 不是去学那些 告诉你怎么样逞凶斗狠 要学到智慧 OK